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毕莹 你咳嗽都这么厉害了 怎么还出来呢 一定要记得吃人参养人玩啊 每天都按时吃呢 不然 怕是连门都出不了了 毕 你看 这些啊 都是我刚刚嫁接好的胭脂梅 墨姐 你不能再为我受罚了 胡说 这光花爽草的 谁能有这么好的美差啊 那天你和大哥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碧莹 碧莹 没事 我一会儿再收拾吧 这摔碎了没关系 我可以再坐一旁 他们啊 他们啊 只要有土壤 有阳光 就能长得 长得跟那棵树一样大 来 历界紫园比武 就只是东西营之间的比试 但这次我回来 发现 非烟非绝他们都跃跃欲试 是 这样吧 你传下去 此届紫园比武 原氏子女 均可派 府兵 武士姬 一起参加 这次紫园比武的获胜之人 将获得朝廷的武状元甄选 大家都动了念下 也是情有可原 侯爷此番改动 能让更多的人才 有展示的机会 甚是高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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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教头 果然教导有方 此法 既可以锻炼双臂的力量 还可以锻炼下盘的文 好 又可以短时间提升武艺 好 好 好 你为何只让宋明磊去参加文士 是 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西营重武清文 我是让光潜替西营挽回名声 但这次的比武和原来的不一样 这关系到甄选武状元名额的大事 你不能耽误光潜的前途 而且我们西营需要一位将军 非烟 我自有安排 你操练好李蕊阁就行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会让光潜 以李蕊阁的名义参加武士 若有朝一日 宋明磊成为将军 便会常年征战在外 你能陪他去戍边吗 你若在家等他 戍边三五年不归是常事 你和守狐寡有什么区别 妹妹 我可以输给东莹 但是不能输了你一辈子的幸福 就让光潜永远留在紫园 陪着我们可好 来 碧亚 你快看 花开了 来 三爷 这是我一大早 从小北屋拿来的 这是鲜有的嫁接术 穆姑娘怎生学会的 跟我走吧 我们三爷十分欣赏你种花的本事 邀你去西风院打理梅花 碧云的病还没好呢 任何人来照顾我都不放心 你当初自己承诺的 可是梅香满园 而不是一盆梅花 既然你的承诺没有达成 那你就得接受惩罚 但是当时我许下承诺的时候 三公子可没说 在多久之内花开满园啊 那 这 所以说 并不是我没有完成承诺 只是 时日未到 那个臭花木鸡 他不但拒绝了 还给了我两根羽毛 一根羽毛画的是鱼 一根羽毛画的是羊 羊绪悬鱼 什么初线鱼 汉时 南阳有一位探手 叫做羊绪 他为官清廉 每当有人送他鱼 想贿赂他时 他就把鱼高高挂起来 就以上次送的鱼 还没吃完为由 拒绝贿赂者 这个书签 正是羊绪悬鱼之仪 暗示他拒绝我们 不想来西风院 虽然你解开了我的雅迷 可我再一次 礼貌地 认真的 严肃地拒绝你 我不会去西风院的 你 还是您 不要再来了 我明天 后天 我大后天 我天天都来 我看你去不去 我不去 我就不去 那个臭花木鸡 他又不知好歹地拒绝了 这次还给了我这个娃娃 我猜 肯定没好话 三爷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梅字通梅字 在人的胸口上 别两朵梅花 打一个成语 就像你呀 没心没肺 没心没肺 好啊 这个臭花木鸡 竟然敢骂我 我 我 祖辉 明天接着去